已经基本脱离香港TVB 北上浪金的石石曼 回香港出席环保活动 但对于TVB的新闻 他同样关心 被问到最近新剧 《轻之欲念2》内容 被投诉看不懂 石石曼表示自己也有看 但自己没有不明白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知道那个剧本是怎么写的 因为本来我是有拍的 但是因为后来 渐渊风云的关系 所以我就没时间去拍 所以我是知道 那个剧本里面说什么 我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还有我本身是那个《七七一》 还有那个编剧的粉丝来的 所以无论他们拍什么 我都喜欢 也许是曾经拍过 《轻之欲念1》的关系 石石曼对于《轻之欲念2》 推崇被制 但随着外界的批评声 此起彼落 《轻之欲念2》的收视率 也变得惨不忍睹 问到会否觉得没有接拍 其实是逃过大难 石石曼反而觉得不接拍是可惜 没有啊 我觉得可惜啊 因为《轻之欲念1》 我是有拍的 其实我一路以来都很想拍《轻之欲念2》 但是没拍到 石石曼前年与TVB约满 改为与TVB签不投约 就是一年回潮拍一部剧 但是跟很多离开TVB的人演员一样 石石曼暗中也觉得TVB用人太狠 几乎不让员工休息 如今演员大批外流 TVB似乎开始认识到本身的问题 开始慢慢调整员工待遇 包括保证每天有8小时休息时间 石石曼听到后 像中了头奖那么开心 真的吗 那就太高兴了 如果每天有时间 可以让我们好好休息的话 好好看剧本的话 对演员来说 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风行娱乐香港报道